暑假来临,陆野高台的热气球无疑是台湾暑旗 最具人气与话题性的活动 许多人全家出游 因为不忍亲毛孩独自在家 送到宠物旅馆又担心毛孩会出现焦虑的症状 许多人选择带着宠物一起出游看热气球 因此高台随处可见毛孩与狗爸狗妈合照的画面 但是有一位妈妈却说 以前带毛孩出来很容易就找得到友善宠物的民宿 但是最近却越来越难找到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值得我们一起来关注 因为家有毛孩的家庭比例还是不低 带狗出来旅游的人很多 我们养了它十几年了 其实我们每次出来都会带着它 因为它是家里的一分子 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家里面 照顾它带这么多人出来还好吧 不会难照顾的 还好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只很乖耶 所以它已经很习惯跟着你们到处去旅游了 对啊 只要我们有全家出来旅游 我们都会带着它 只是好像现在要带宠物住宿 在寻找住宿方面有些障碍 现在很多都很奇怪都不欢迎宠物 所以选择确实是比一般的困难 对啊 因为只要带宠物 会不会可能就是 总觉得以前好像就还好 可是最近最近要带它 带它出门旅游的时候 都觉得要找这个 住宿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 那可能会不会是有的人 因为你带宠物去住宿 可能破坏了所谓的人家的环境 所有人家 因为我们上网去看 有的时候以前可以 那现在因为可能某些因素 现在就不太欢迎 有带狗住宿这样子 或许是有的人 你没有爱惜人家的地方 所以造成人家现在不欢迎你 至于怎么样让更多的民宿 喜欢毛孩进住呢 基本上要训练毛小孩 可以保持安静 不会乱叫 毛孩的大小便 一定要清理干净 出门时一定要牵绳 在民宿内 不要让毛孩跳上床 不要拿人用的餐具 给毛小孩用 外出时 不可将毛小孩 独自留在房内 以免因焦虑失控 而大肆破坏 另外母国生理期间 避免到有其他公国的公共场所 相信如果能够做到以上几点 狗狗还是会受欢迎的 离开 我做了 大肆破坏 能够